字幕提供 大家好,我是Amy 又來到下班快煮的系列 之前幾集就和大家煮一個很簡單的淡淡麵 今天一樣會和大家煮一個簡單又好吃的 椰青牛肉湯配粉絲 這個椰青牛肉湯的配料 大家可以在前一天已經設定 第二天下班後就可以直接放進去煮 很快就有得吃 這個湯喝下去很清甜 很適合這個夏天吃的 好 那我們馬上開始吧 材料就是這些大概可以做到一人份量的椰青牛肉湯粉絲 首先就可以把蘿蔔去皮 蘿蔔皮那裡盡量批兩層 批深一點就會沒那麼多根 吃下去 批完皮之後就可以切小塊 先切一半 再多切一半 蘿蔔就可以切薄一點 煮的時間就可以縮短了 第一步就可以把洋蔥切絲 還有蒜頭切片 就是這樣切好配料就可以開始煮了 首先就可以在鍋裡加少許油 爆香蒜頭 然後就可以把牛肉片放進去 牛肉那方面大家可以選擇一些薄身一點的牛肉 平時吃火鍋的牛肉片就可以了 薄身過我這個會更加好的 但就不要用肥牛 因為煮出來的湯會太油 盡量選擇一些少一點的部位 放了牛肉片 我們就可以炒均勻 炒香一點 然後就可以把洋蔥也放進去 都一樣爆一爆香 大概炒一至兩分鐘 讓它變得有少許金黃色和軟身 就可以加少許調味料 有少許鹽和胡椒粉 之後就可以炒均勻 然後就可以加少許醬油 又或者是魚露調味 我是比較建議大家下魚露的 下魚露大家就不用怕會腥 因為份量不是很多 相比起醬油 魚露會令湯多了一種鮮味 然後就可以把白蘿蔔都加進去 炒均勻 下一步就可以把我們今天的主角 Miko 100%唇椰青水加進去 這個湯剛剛好用一罐就可以煮到 超方便 Miko的椰青水採用了泰國的椰青製成 沒有添加糖 防腐劑和人造色素 而且零之風 用椰青水煮的湯不單清甜 還可以補充額外的電解質 加著椰青水之後 我們就可以蓋蓋 先用中大火煮沸 然後就可以轉小火煮15-20分鐘 直至到蘿蔔變透明和軟 在湯煮的時候 就可以煮好粉絲 大家就可以用韓國粉絲 吃下去就會更加煙韌 煮這個粉絲 大家就可以按包裝的指示 我這個就是水滾煮6分鐘就可以了 就是這樣煮到透明軟 我們就可以拿起它 煮好的粉絲 大家就可以拿出來 放進冷水那裡沖一沖 粉絲會更爽口彈牙 而且沒那麼容易黏 如果是大飯的朋友 裝入飯盒之後 就可以加少許麻油 混合粉絲 第二天加湯食 就一定不會黏在一起了 20分鐘之後 我們用椰青牛肉湯就煮好了 你可以看到白蘿蔔已經變成半透明和軟 其實這個椰青牛肉粉絲湯 大家除了晚餐吃之外 其實也可以帶回家吃 就可以分開裝 粉絲一碟 牛肉湯又一碟 吃的時候 就倒在一起 然後叮熱它就可以了 對 我說這麼快 我們這次這個椰青牛肉湯粉絲就完成了 我們就可以裝起它 最後加少許蔥花上去 再配粉絲一起吃 好了 那我就不客氣了 你看到這個湯其實只是用了很簡單的調味料 但因為加了椰青水 令到湯更加清甜 那夏天吃這個粉 飽肚之餘 又不會太膩 又很有營養 對了 那這條片就來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次的分享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給這條片一個like 還有按下訂閱 還有按下旁邊的鈴鐺 你才會收到出片的通知 另外我也把Miko有100% 椰青水的資料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大家有興趣就可以按下去看 歡迎大家 如果你也做了這個 椰青牛肉湯粉絲的話 可以傳送給我貼糖 或者tap file 可以看到你的完成品圖 有什麼影片想要拍的話 也可以留言跟我說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立心 们 Census 什麼 我們可以把香罰放在這裡 你一定的臭書 每哪些人都訪見 你們現在回立いた 你要不要太強迷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